我怀疑赫鸣哥 你就是瞎了眼了 像他那种女人 根本就不配 根本不值得 喂 陆静 那个 赫鸣在你那儿吗 没有啊 我不知道在哪 不过我知道他一会儿 能在这儿吧 他这段时间都住你那儿吗 对啊 苏健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生得气啊 但是你真 你赶紧把他领走了 他在我这儿实在是太麻烦了 这半夜你说打嗝磨牙放屁不说 还总胡说梦话 梦游什么的 这对我幼小心灵造成极大伤害 真的 你真 我不知道你回去怎么惩罚他呀 让他贵一方面 是贵主机都行 但真的求求你 你千万别再连累我了 好不好 行吧 我知道了 谢谢啊 好 拜拜 师父 往前走 我们在这里 你们看到吧 Need to come 躲下 你 怎么样 爽不爽 爽 真爽 谢谢 走 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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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拜拜 复明哥 忘了一件重要的东西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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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我来 张和明 来 来 来 苏俊 你怎么来了 你去哪儿了 我 去同事请唱歌去了 咱上去说去吧 同事 你又要骗我是吧 我没骗你啊 是真的 那不惠娜送我回来的吗 我告诉你 我刚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 我还担心半天 我看到你现在如此之逍遥 我也放心了 那我走了 拜拜 不是 你听我说 你站住 是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我查识 贺民哥是吗 不是 惠娜 那个 苏静不是这意思 不是 那个 你赶紧回家吧 我不回去 你这也太搞笑了吧 贺民哥对你做什么 你兴师问罪的 我们的事 还用得着你管了 还用不着我管 你就这么点本事 撑完贺民哥发人脾气 你就来冲我发脾气 你知道今天贺民哥 遭遇什么吗 你上来就过来闹 回家 别说行不行了 我就说 贺民哥今天没能升职 你知道吗 他整个人一整天 一点精神都没有 他还得在别人面前 假认他不在乎这件事 请问 他伤心难过的时候 你在哪儿 请问他一个人 贺曼九误 你又去哪儿了 他第一时间想到人就是你 他需要人陪的时候 你不在他身边 现在你又凭空 跑在这儿来吃醋 你就这么大人女朋友了吗 行啊 卓慧娜 别说了 行不行 不是 到这个时候 你怎么还护着他呀 我当然得护着他了 他是我女朋友 你干吗怎么说他呀 我为什么不能说呀 我告诉你我就偏说 是 我是缠着贺民哥 因为我喜欢他 可是他从头到尾 根本就不再搭理我 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你 从我认识贺民哥的 第一天起 我知道他一心只想 把你取进门 带进门 可是你是怎么做的 你天天除了一天到晚 跟他闹别人 就是没事找事 我从来没看见过 他有风平浪静的这一天 今天遇到的这有个事 你不体谅他也就算了 你还逼得他 连有家都不能回 你这女人怎么那么恶毒啊 我怀疑贺民哥 你就是瞎了眼了 像他这种女人 根本就不配 根本不值得 对不起 苏静 你干吗呀 昏娜 你没事吧 昏娜 昏娜 你没事吧 贺民儿 我刚才不是有意义的 他那样 我 我 合着 他俩比谁都有理了 我倒成罪人了 我还没看见 小启 快点 不要 会有目标 我 你有影响 你有点 站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要喜欢什么衣服 你就随便挑啊 姐给你买单 姐 那个姐夫她 能不能不提这个人 好好穿衣服 来 你看这个好看吗 你要喜欢就买啊 还挺 这不是合我的呀 服务员 给我包起来 我要了 你居然怎么这样啊 你管得着吗 来 你先去试 等等我啊 卓慧娜 昨天的事情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什么 你听不见 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你就别猫哭耗子了 靠山在你旁边的时候 你就张牙舞爪的 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就假装娇弱 你这双眠娇娃演得挺好的 不过这一套啊 你在我上面 我就很认定地向你道歉 你一定要这样说话吗 那你这算什么 心斩后奏啊 我真希望 我们就有你一半的修养 我终于知道贺民哥 为什么不能把你带回家了 就您这种水平 他们能接受得了吗 随便你怎么挖苦我 反正呢 我已经道歉了 我只想告诉你 衣服你可以抢走 可是人我是不会让的 随便 反正呢 话里回外 就让我们不说 张鹤铭他是一定会娶我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现在肚子里 怀了他的孩子 所以请你自重 你怀了贺民哥孩子啊 那也没关系啊 你以为这是什么年代啊 还搞凤子成婚的一趟啊 那我也告诉你 就算我不跟贺民哥在一起 会让你多成功 服务员 在这儿 好嘞 直接说好记录就好 好 谢谢啊 姐 姐 你快过来 这儿呢 你快 这衣服太贵了 我不是不要了 我不是要喜欢就拿着呀 你干吗呀 来 麻烦包起来 姐 你别买了 你别废话了 喜欢你就拿着 要不然就归别人了 你 你把钱给我借掉了 实在不好意思 我不买电影了 行 您好 这是我的简历 姓名年龄专业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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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苏晴 今年二十二岁 刚刚大学毕业 学的是市场管理专业 英语是专八 你后天十二点 到电视台面试 下一位 你好你好 这是我的简历 对不起 苏晴 你是苏晴 你是谁呀 我是爱好啊 你忘了 你是爱好 真没想要在这碰着你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我刚来 是不是还找工作呢嘛 你自己来的吗 对啊 我爸妈还有大哥呀 在老家 我姐呢 毕业就来北京 真的还挺好 难道有个照应吗 是啊 那你呢 我一毕业就来北京了 想想都得又一年了吧 没说咱俩多久没见过 是啊 我想想 是不是有年春节 你回来一趟了 大一的时候 大二之后我都没回去过 一直靠是暑假寒假实习的 你怎么样 找着工作了吗 没呢 你也来找工作的 我没有 我们公司招聘 我过来帮忙 你现在干吗呀 设计 真好 还不知道什么好坏的 要不你来我们这看看 这个设计我做不了我不会 没关系 这这么多职位呢 总有一个适合你的 我给你看这个 你看 看这靠谱吗 他让我明天去密室 你看看 这个呀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 华硕举种的节目 应该帮不到你是吗 你也别难受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跟你一样 像乌头苍蝇似的 到处偷简历 北京真的太大了 好像四处都是机会 可到处都会碰壁的感觉 不过我相信 只要你知道你想要的 生活是什么样的 然后朝着这个方向 不停地努力 前行 你就毕竟能找到你看 好 你真的一点都没变 我们一起找大几个人了呀 就你最乐观了 要不这样吧 我帮你把这不靠谱的单位 好好划一划 这样你不会耽误时间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身体应该不好 身体应该不好 这几个应该都不太痛 好好好 剩下还不错 谢谢 谢谢 太好了 那我去奋斗了啊 这都到饭点了 招聘的人估计也不在了 咱们吃个饭吧 万一在呢 那别人都去吃饭了 我就有机会来啊 没头见啊 怎么还一点都没变 那么冲动 那么迷糊 你要这么走了 我以后怎么找你啊 把电话给我 我给你留我号码 回头请你吃饭 好 那我走了啊 好吧 拜拜 拜拜 老婆 对不起啊 其实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不是 卓慧那儿说的一点都没错 我不应该 连事情都不搞清楚 就跟你在这儿闹 还对你发火 还做出那样的事情 老公 其实都是我胡思乱想 我没有顾及你的感受 对不起啊 那我做得也不对 首先我昨天就不应该 把你一个人孤零零地 绕在那儿 而且又这么晚了 昨天晚上我回去之后 想了很多 脑子也很累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决定了 明天我带你去叫我爸爸 那不行 我不会跟你去的 为什么 其实 我一直在担心 你爸妈会觉得 是我拖累了你 可现在想想 我真的是在拖累你 如果我够好够强大的话 没有任何人会猜猜我们的 你觉得呢 不对 老婆 你是女人 保护你这是我的义务啊 而且你说的这一切 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怎么样 其实 我平时 闹也好 作也好 但你有多大的压力 我心里都清楚的 而且你这么孝顺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你头脑发热去刺激你爸妈 反正呢 未来还长着呢 我还可以等你 这辈子你要不娶我都不行 好 现在我向你保证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第一个告诉你 这可是你说的啊 可不许骗我啊 当然了 你怎么那么傻呀 昨天一个人在十字路口的时候 我突然在想 你说这个城市这么大 这么多的路口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 都在路口中迷失自己 所以呀 不管人生遇到什么样的路口 什么样的困难 都不能忘记我们的初衷 你还记得吗 记得 反正我的初衷是背景自由的 太拼了你赶紧走吧